你好,是政教论坛 大家好 今次想和你介绍 中国的一个传统宗教 余教 另一个香港的翻译叫 孔教 孔教大家听过 孔城堂中学 先说正经事先 邀请大家订阅何志光 有愁必记的频道 分享留言赞 希望你们 继续去看看你的订阅和铃铛 也请你每天过来看看 有没有片出 有时候讲政治那些 可能适合你看 政教论坛的朋友 你每个星期六日识来找 我都希望你 继续继续 我讲余教 我的理解很多时候 原来是有些错的 我一直都以为 孔教 或者是余教 不是宗教 我一直以为不是 我读了 两年的时间 信义中神学院 有上宗教学的课 有理解佛教 有理解道教 比如我们买了一本书叫 世界十大宗教 都是没有提孔教 所以很多时候的理解 都是错误 我常常背了一些书 例如背了 《子不语怪力乱神》 就是论语里面所说 接着又说 《未知身》 《焉知死》 这些都是一种 孔子表达一种不可知论 我真的不知道鬼神的东西 我更加不知道死后的东西 我更加不知道死后的东西 这些宗教层次的东西 我不懂了 我理解孔子 讲的就是瑜伽 但后来孔子的思想 和之后 中国由汉武帝以来 独尊如学 瑜伽成为了 或者 我觉得余教更适合 就是瑜伽 瑜伽成为了 中国的基本宗教 这件事情 我一直都对理解 很多理解的错误 混乱 不知道为什么 是不是香港 基督教 神学院那些 特意不想我知道 我觉得很奇怪 那时候我看书 很小时候 就说 汉武帝独尊如学 要讲的那个天 是一个非人格天 我不知道你听不明白 即是非人格的 就是一个东西 这个宇宙由哪里来 这个宇宙由天来 或者是道教 由道来 什么都好 那这个宇宙 究竟他有没有一个人格 他是不是一个 Personal God 天是一个 concept 我们中国人 整天都说 这个是天意 天意等于西方说的 这个是上帝的旨意 什么 我们说中国人有个天命 我们基督徒就说 这个是上帝的 召命 OK 其实原来和基督教 或者其他 伊斯兰教 其实是很类似的 天意 天命 孔子说 天行见 君子 自强不识 这样类似 什么叫天啊 孔子 你的天是什么 你又说子不语 怪力乱神 你又提过天 天是不是一个神来的 孔子去学说 仁义礼 去到董仲书的年代 他就说三纲五常 仁义礼再加自 和依訊 就是五常 先秦瑜伽到汉朝 去到汉朝 看那个不是瑜伽 看那个叫无教 究竟是什么来的 我正式去介绍 董仲书 我觉得这是个很重要的 我认识是中国这种很有重要的人物 董仲书 是公元前179至104年 如果在圣经的年代去比较 他就大约是在马加比时代的人 即是说旦以利书写的时代 跟董俊书就很近了 公元前二世纪 但是董俊书提倡了一件事 叫了康姆帝 你一定要高举余教 为什么他要提倡 康姆帝要高举余教呢? 我不想用余教 原来董俊书的思想里面 他就认为天 是有阴情 他的阴情 或者阴阳 他说的阴和阳 看来说 天降与人世间有和福 阴和阳有正面 或者是一些 负面的东西 阳是正面的东西 阴是负面的东西 但是这是一个相对的观念 但是董俊书呢 他就说 总之有一个人格神 他里面你要理解这个人格神 这个天 就是可能另一个叫法 天另一个叫法叫上帝 或者天另一个叫法叫浩天 就是你看到 有一些公司叫浩天 浩天什么什么 就是天的名称 这个维基条目 天 我给你看看天的名称 他说浩天 黄天 或者叫他做黄天上帝 上帝 黄上帝 都是在说 人格神 现在你看维基条目 他提到 原来中国 中国呢 在皇室里面 我想由西州 传到去 学武帝的时候 独尊于学的时候 他也是有一种 一神论的概念 就是说要祭天 所以北京有天壇 那是一神观 原来中国呢 政治主流呢 是推一神论的 不是无神论的 然后呢 原来中国呢 很多人呢 去形容那个 天呢 是一个人格神 他这里提到 什么 春秋左转 那样 因为春秋左转呢 董仲书呢 就把 诗书 礼役春秋 五卷书 春秋呢 是说老国时候的一些历史 老国就是春秋时代的老国 就是山东里面的一个国家 用这些的历史呢 是表达呢 如果我直接说 好像圣经的那些历史书 那样 即是董仲书 叫 学武帝说 喂 要地时要做官的人 一定要读色那五大 古代经卷 诗 诗经 书 尚书 礼 礼记 语 礼 也语 替语 预 语 和春秋 四书五经 但是董仲书时 没有四书的 主要是注重五经 在五经里面 很多元素 是相信人格神的 你在这条目里面有提过上书 引用上书讲的东西 上书 上书 伊分第四提到 为上帝不常 作善降之白详 作不善降至白羊 意思就是上帝想善佛恶 等于我们基督徒读到的就是生命记 其实内容是很像的 你看生命记就有十届 还有很多条文 有个法典 讲人生里面各样的道德 讲完道德 你怕你不清楚 就加一些历史给你 所以旧约就有很多历史书 反过来 董众书建构的余教 或者孔教 就有历史书春秋之外 还有诗书礼役 你要找到上帝的心意 可能就要在《易经》里面研究 《易经》有阴阳 有很多占卜的东西 我承认董众书讲的余教 是有阴阳家迷信的成分 这个是要承认的事实 是有这些东西的 但当然你可以将《易经》 看造就不是拿来做占卜的 现在共产党对《易经》的解释 现在很多博士专家 《易经》变成了一个全识学 在讲人生的顺与异 不同的处境里面你要怎么面对 所以就有八百六十四卦 即是人生六十个处境 六十四个处境 将六十四个处境再拆 每卦有一咬 六十四个处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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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 看你怎么看 《易经》 但是古代董众书的年代 他们找那个人格上帝 这个天 他的所谓的旨意 他的天意 是用占卜的 我也要承认 接着同一个条步 他有提到 中国西汉的思想家 董众书提出一套神学理论 叫做《人格天》 中国汉朝的思想家 董众书认为 天有的意志 即是人格 能够支配一切的最高主宰 自然界一切规律 及人类的人事变化 是天所决定 而人 也是天 先按照自己的特点 塑造出来 即是这个创造论 人事为了体现天意 而创造出来 此套神学理论 成为当时君主 获得统治合法性的一个依据 同时 也是余申集团 制行君主的一个思想工具 这个是这样说的 就是说 董众书 他为了中国 长期的大统一 所以 他建构了一个 叫做天命的思想 天子 为什么他会做皇帝 汉武帝 为什么会做皇帝 因为他承受了天命 上帝 拣选了这个人 做这个国家的皇帝 他是这个国家的皇帝 他承受了天命 他就有个使命 管理人民 就是说 他拥有上天 所授予的权力 管理国家 这个和基督教 和旧一圣经讲 大会有上帝的高纳 成为以色列的君王 是一模一样 然后 你这个君王既然得到上天的高纳 或者是选立 授予权力的话 但你皇帝一定要顺行天命 天命的意思就是 不是你拿到权力之后 你乱用 因为会遭天险的 你一定要去勤政爱民 完成你对你这个国家的人民的使命 那时候我有机会读到 汉武帝的一些历史介绍的文章 汉武帝 是一个原来信一臣的人 他承认自己是承担上帝的照命 上帝的高纳 所以汉武帝他做什么呢 汉武帝承受上帝的天命之后 他就在整个国家里面搞共产主义 他就怎么做共产主义 他就把那些大有钱人 他们控制了卖盐卖铁 然后剥削人民 汉武帝做什么呢 他就把盐贴砖买成为国企 国家的产业 他经常针对地方的豪强 你在哪里这么有钱 我不让你在这里住 我移你去长安 然后你不乖 你走了 那地方就没有这些 恶霸他欺欺罢其他人 然后就去问这些有钱人拿钱 如果按照董仲书那个年代的一神教 这个余教的思想就是 就是现在现代的共产主义 我不是不让你有钱 不过你有钱 不可以哈巴巴巴 我不是不让你做地产商 但是你不可以像香港那样 你逼得香港人住劏房 然后 汉武帝呢 打击了那些有钱人之后 拿了一些钱 去建立国家的安全 因为呢 当时中原地区里面 经常被北面的兇奴 整天都是欺凌 你给钱他也好 你送女人给他也好 他也是贪得无厌的 你越对他好 他越觉得你害怕他 所以汉武帝呢 跟资本去决战之后呢 拿了一些钱呢 就去跟兇奴决战 最后呢 打到兇奴一招一招 在中国历史里面呢 原来 汉武帝是信一神上帝的人 他承受了天的使命之后呢 他就保护了国家人民 可能花很多钱 但是如果你不打走兇奴的话呢 人民就更惨 等于毛泽东 他承受了天命啊 他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 那他要做什么呢 他就搞核弹 没有核弹 以后就被苏联和美国欺负你了 如果你承受了天的照命 这个天命的话 麻烦你 你就保护一下 那时候中国 几亿人民的最基本安全 你怎么保住国家安全 发展核弹 毛泽东他一上台 那就去打击中国传统里面 那些地方的豪强啊 因为他做土改嘛 现在我可以说一句 中国原来一直主导的宗教 是宗教 是宗教 皇帝呢 如果最美好的皇帝的典范 应该就是河武帝 他是走共产主义的 另一边 你统治的国家 如果你做得不好 天降异仗 为什么有灾害 你做得不好 为什么黄河会泛滥呢 你都不肯做水利 去帮助人民去耕田 那你什么都不理 那就是河水泛滥 河水泛滥当然是你做得不好 究竟这些是迷信呢 这些可能又有些根据 你说这个世界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瘟疫呢 美国统治这个世界嘛 这几十年 单极世界嘛 由91年到现在 就是30年 但是这30年 美国行的是什么 暴政 现在你行了30年 暴政之后 天险 你二千多万人中招 四十多万人死 那这个就是 上帝 向你这个暴政 这个杀人政权 美国杀人政权 提出一个 谴责 降灾祸 因为你做得不好 某个程度上 我拜的 董仲书 这些思想 我拜的 如果是整个国家的层次 有很大的灾难 是一定当权者 那帮人太卑鄙 太差劣 上帝都受不了 真的要复杀了 上帝会报仇的 因为上帝 爱的世界上所有的人 他觉得一个人的生命 都是重要的 但是政权就是 哇 你要去伊拉克 乱杀人 你要去阿富汗 乱杀人 你要去南斯拉夫 乱炸 你做得坏事 不就这次一铺个还给你 所以中国历世历代王朝 他就会跟着董仲书的结构 要他在国家的首都建立一些天坛 祭天的东西 在那里向上帝祈祷 这是一个对人隔天的回应 军王是有天命 一定要这样做的 有时候宋明理学里面提到 有一个叫做 其实我说朱熙是一个神学家 因为孔子说 《性相琴,习相远》 接着孔子的《性》这个概念 走到去 曼子就变成了人之初性本善 就是一个性善论 去到孙子出现了性恶论 接着性恶论就发展到 变成法家也好 究竟性是什么 如果人有一个良善的立场 每一个人应该是人之初性本善 这个性是什么 这个性 如果在神学家朱熙的角度 这个性 其实是来自于理 如果按照这个人隔天的概念 这种神学 理就是差不多等于圣经讲的真理 天是有天理的 如果在基督教那边就叫做真理 他有一种 对世界里面有一种标准 这个真理 和人的向善的本性 是同一样的 所以理 即圣 就是朱熙这么说 所以朱熙很注重 定立四书 四书就是说 礼记里面拆开大学中庸 接着再加论语和万字 那四书里面说的东西 讲到性善、性恶、性善、人之初性本善、性善、性善、达君丸 他就要解释 喂 人为什么会有一个善良的取向呢 他说这个善良的取向 来自于上天的真理 其实某个程度上来说 我喜欢朱熙这一套 因为朱熙这一套来说 喂 人这一种的取向 是来自于上帝 但是跟圣经所说 每一个人都是神的形象 其实是同一意思 朱熙有他的对家 就是六九渊 六九渊他很明朝成全的和首人 他就讲心学 他讲那个心 他说心即理 但是如果我说心即理 其实我不太认识 因为我觉得每一个人 有他善良的本性 也有邪恶的本性 那个邪恶的本性 这个在基督教神学 解得通一点 不要管了 孙子也没有解得很清楚 在圣恶论那里 但是你说如果人的取向就是真理呢 但是我发觉很多人 他取向不一定做些善的东西 可能做些恶的东西 可能做些恶的东西 心即理 我觉得始终不是太通 我觉得心是一个选择 就是一个自由意志 可以选择 对与错 当然了 王阳明 六九院很注重心 就是很注重人的道德自觉 人的自由意志选择 怎样责善 为善为恶 我觉得OK的 但是问题是你 是人以外的一个客观存在 如果按照这一套 人格神 人格天 这个概念 Personal God 这个概念 上帝这个概念 董仲书一套 我觉得都OK的 但无论如何都好 我介绍了很多 原来其实 历世历代我们中国人 都是信一神 不过去到民间 没什么知识就乱来 因为古代 没有什么 真的没有圣经 没有那么多东西的时候 中国人可能就用了占卜的方法 想尝试找到上帝的旨意 但是我自己信耶稣 就不会反对占卜的 先说到这里